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耶稣行的三组神迹当中的第一组 我们讲了圣经里的量子纠缠 大家都很感兴趣 也讲了耶稣的医治 对人肉体的医治 人生病是因为受到罪的瑕疵 但这个不是说人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正确的解读方法应该是人之所以会生病 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这个是集体犯罪的结果 在伊甸园里是没有生病这一说的 世界变得不完美 那肯定就会影响到身处生态环境中的人 耶稣来他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接着上一周的课程来讲第二组的神迹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耶稣基督行的第一组神迹 在第一组当中他洁净了大麻疯病人 医治百腹脏的仆人 也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 这三个呢全部都是关于医治 这一组的人呢也都是犹太人眼中的弱势群体 在行了这三个神迹以后 马上就有文师来说说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在人的眼中耶稣行的是神迹 是吧 所以呢 人要跟从他 因为他能行神迹 耶稣基督说了两个跟从他的原则 跟从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物质 因为他什么也没有 跟从他的时间就是现在 但是人眼中的神迹在神眼里 这不是神迹啊 这个是世界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耶稣基督来他所行的神迹 只是恢复了神创造的世界 当初原初的光景 耶稣他并没有违反自然规律啊 因为他的 他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 对吧 所以他不可能去违反这个创造的规律 他只不过是向我们展示了自然规则 在另外一个层次的世界里运行的样子 因为人犯罪 使人生活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当中 我们目前并不能理解和知道这些法则 其实今天的自然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法则 我们是不知道的啊 我们不知道的法则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知道的法则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新的法则不断的被发现 而且这些法则每次发现 都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耶稣他所行的每一件神迹 都不是为了证明他的神性 而且也证明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嘛 事实判断大家都一样 价值判断各有各的不同 同样的事实面前 法利塞人就可以说耶稣是靠着别西伯赶鬼 但是真正的门徒就会认出你是神的儿子 所以呢要靠行神迹来证明耶稣的神性 在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也是不认识的 所以耶稣的这些神迹 他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罪的世界 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他按照原来的法则形式 使人恢复正常 大麻风他是违反原来的法则 得洁净是符合原来的法则 热病是人类身体机能的失常 对吧 他一摸那人的身体就复原了 恢复到正常的原则 所以耶稣来他是要使一切被人类犯罪 导致失常的法则进行恢复啊 恢复事物原有的秩序 建立这样恢复的观念 我们就可以接下去来看 耶稣基督行的第二组神迹 耶稣平静风与海 说明他是大自然的主 他赶出群鬼 说明他是灵界的主 他是贪子痊愈啊 他在使贪子痊愈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话呢 他说你的罪得赦了 说明他有赦罪的权柄 于是呢 众人看见就惊奇 就归荣耀于神 在第一组结束的时候 那个文士说什么 他说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他叫他夫子 所以在文士的心中 耶稣还是一个犹太拉比 但是这个时候 众人就已经将荣耀归于神 因为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这个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第二组的神迹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这一船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啊 海里呢 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耶稣的门徒是一些什么人啊 是渔夫对吧 那他们应该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这个时候他们却惊慌失措啊 可见风浪已经超过他们的传授能力 但是耶稣却睡着了 一点也不在意啊 按照道理 他应该是更加害怕 对吧 他原来是个木匠嘛 他对水性肯定是没有像渔夫那么精通 但是他却非常的淡定 门徒呢 就叫醒了他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这句话就说出了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状态 就是明明有神的同在 但是还在害怕 门徒这个时候的害怕 只有一个解释啊 就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 那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耶稣斥责风与海 平静了风浪之后呢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 那说明他们确实不知道耶稣是谁啊 神对人的带领 他是一步一步来的啊 他是渐进的 神眷顾我们的愚钝 低就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从这个神迹 耶稣告诉门徒 他是大自然的主 而在这里呢 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对待信仰的两种状态啊 一种状态就是我信 所以我碰到困难 我去叫醒耶稣 对吧 因为我相信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嘛 所以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来找你 我就把你叫醒 所以我信你 你快救我 这是一种信仰状态 但是这样的信仰在耶稣的眼中居然还是小信的人 说明还有更好的信仰状态 对吧 那就是虽然大风大浪 我不用叫醒耶稣 耶稣既然是全能的神 他必定知道用什么方式 在什么时候来拯救我 所以我不用提醒他 我将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中 我安然等候 感谢赞美 那这样的信心是不是更美好一些啊 就像泰泰尼克号沉默的时候 甲板上的乐队 他们在演奏的曲子是什么 那曲子的名字叫离主更静 所以我们在泰泰尼克号上就看到两种信仰状态 一种是祷告求神医治 然后拼命去找救生艇 还有一种是离主更静啊 平静风雨海之后呢 耶稣就渡到海的另一边 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 被鬼附这个事件 我们应该是很难理解的啊 在原文里呢 鬼和魔鬼是两个不同的词 所以呢 应该不是同一件事情啊 至于鬼是谁 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有些人呢 说是堕落的天使 背叛势力的首脑啊 也就是被魔鬼所挟制的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过被鬼附的人 我们民间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跳大绳的 教会的牧者呢 也遇到过不少 我听很多的牧者都分享过 他们见到被鬼附的人的状态 说明鬼确实是可以制服人 那我觉得鬼制服人 首先是人愿意去接近灵界啊 喜欢把自己的灵魂打开 去接受灵界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真神 你就很容易被邪灵所挟制 有些人确实他喜欢神神道道的东西 他特别喜欢去通灵 与邪灵来往 被邪灵诱惑 最后被邪灵捆绑 讽刺的是呢 邪灵恰恰是能够认出耶稣基督的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说明在灵界 一切答案已经很分明了啊 我们看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在物质界 但是在灵界一切没有秘密 鬼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 只是他们已经没有被拯救的可能 而我们还有被救的可能啊 所以鬼是很嫉妒我们的 这里说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耶稣也曾经提到过时候还没有到 说明神对一切都有一个时间的计划 而灵界对这一点 对这一点他们也是很清楚的 所以鬼知道时候一到 他们就要被审判 就要受永远的苦 鬼呢就要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就允许了 鬼就出来进入猪群 结果呢 鬼进入猪群以后呢 猪都跳海自尽了啊 这个场面其实挺奇怪的 猪看起来好像也不喜欢被鬼附 希伯来人的律法呢 应该是禁止人养猪的 理由很简单 他没用啊 你不能吃 你也不能用来献祭 因为他不洁净嘛 那你养着干什么呢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什么 就是卖给能吃的人 也就是外邦人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加大拉这个地方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 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呢 他都把它翻译成格拉森 那可能是因为格拉森 在地理上是指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广泛的一个地区范围 加大拉呢 是其中的一个城镇 所以有些地理学家呢 就指出好像这个猪群冲进水 最有可能的位置呢 就是在格拉森附近的一个 海边的一个斜坡 这个也配合了另外一种说法 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马太是当地人 因此呢 他能够很明确地指明 这个具体的地点 就是加大拉 但是呢 马可和路加呢 只是向希腊和罗马 这些读者外邦人 去报道一下这个大概的位置 所以他就取了一个 比较大范围的 这么一个地区的名字 叫格拉森 格拉森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希腊城市 他希腊话比较严重 说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犹太人 已经和外邦人有了一定程度的混合 他在越旦河的河东嘛 那希腊话的特征比较典型 那就是崇拜多神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哪个神明是要吃猪肉的 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吃猪肉的 猪是他们的经济动物 所以居住在那里的人呢 就会去饲养猪来卖给他们 了解这个城市的位置和性质 我们就可以理解 接下去会发生的事情 放猪的就逃跑了 就跑进城 将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 所遭遇的都告诉人 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既见了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先是出来迎接啊 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他怎么能够把鬼都赶出去呢 不错不错啊 有能力 所以我们要去见见他 那到了以后 看到他不仅看到了神的能力 他也看到了神的能力带来的副作用 是什么副作用 就是财产的损失啊 猪都没有了 对吧 那这是他们的经济动物 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这个状况其实真的是很真实啊 我们遇到神的光景 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要我损失钱财 我宁可不信 我见过这样的牧道友啊 第一次来教会 感觉非常不错 觉得气氛很好 在美思也很好听 牧师的讲道也很让他心动 但是后来一到最后奉献的环节 他马上说 我就说嘛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呢 你们还不是为了钱吗 当时我确实挺无语的啊 我看到这一节经文 我就明白了啊 这是常态 从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暖心的事实啊 神的能力没有边界 我们的身体到这个世界 到大自然 到灵界 他都有权柄 他都有能力 他的能力没有边界 但是 我们这里就看到了 好像有一个边界 是什么呢 就是人要求他离开 他就离开 说明神是如此的尊重 我们的自由意志 就像他创造之初 也不曾限制亚当的自由 但是我们对神 却有很多的限制啊 而信心的多少 其实就是对神的限制 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义能 这句话就说明我们的信 和神在我们身上能做的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耶稣经常说 你的信救了你 但是这种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运作呢 其实我们 也是模模糊糊的 有这个感觉 具体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神的奥秘 应他们的要求 耶稣于是就离开 他上了船 渡过海 来到自己的城里 耶稣自己的城 这里应该是指加百农 因为耶稣居住在这个城里啊 他也在这个城里 按照法律的规定 交了丁税 就是人头税 这个记载在 马太福音的第17章 圣经里面呢 有三个地方 可以说和耶稣的 生平四季最有关系 第一个是伯利恒 他是耶稣降生的地方 第二个是拿撒勒 是耶稣长大的地方 加百农呢 是耶稣工作的地方 但是这三个地方呢 是加百农最为有福啊 因为耶稣在那里行的神迹最多 加百农这个字 他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呢 是安慰之城的意思 因为有主耶稣住在那里嘛 对吧 主给加百农带来很多的安慰 但是加百农却没有让主得到安慰啊 因为加百农辜负了主的恩典 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 主曾经对加百农有过一段描述的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加百农啊 你已经生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能 若行在所多玛 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这个听起来 你得到的越多 那你在神面前存在的责任越大啊 你如果没有好好地珍惜神的恩典 那么审判会按照神的公义 你会承受更大的审判 就是这个信息啊 我们回到这一段描写啊 关于这一段描写呢 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 他记载的很详细啊 这四个人怎么抬他来 围观群众太多 他们进不去怎么办呢 他们就拆房子啊 把房子的屋顶给拆了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这句话就是指这个意思啊 看到他们为了得医治 把房子都拆了 当地的房子 其实就像图片里那个样子一样 房顶是平的 你从外面爬上去 把人抬上去 再把屋顶的木梁和瓦片给卸了 这个动静是不小的 所以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 就对贪子说 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色了 这个旁边的围观的文字 有几个啊 心里就嘀嘀咕咕 他们嘴上不敢说 因为围观群众人很多嘛 怕触犯众怒 但是他们心里嘀咕啊 说这个人所健忘的话了 以色列是有献祭的传统 对吧 那献祭的目的是干嘛 献祭的目的是求赦免 所以他们有很清晰的概念啊 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才有 连祭司都没有 祭司只是一个操作工 耶稣呢就知道人的心事啊 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说明 神在意的是人的动机 是人的心思意念 在撒毛尔基上里面曾经说过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对吧 耶稣那就直接问他们啊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明明这是一场关于医治啊 关于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但是文士却在关注耶稣说话 是不是合适 他用词是不是精准 这个就是信仰的私教啊 越有知识越反动就体现在这里 然后呢 耶稣就问了一句话 很深刻的一句话啊 他说你的罪色了 或者你起来行走 这两句话哪一句容易 在人看来肯定是你起来行走难 对吧 如果这一句话说了 他没有暂时来行走 那现场就直接难堪了 牛皮吹爆了 对吧 那赦罪的话 你说归说嘛 到底有没有被赦罪 谁知道呢 对吧 所以呢 那在人眼里看起来 你起来行走 这句话 其实是更难说 但是耶稣用这一句问话 就把旧约的一切的意义 给串联了起来啊 旧约在创世纪里面 就有一个动物被杀 动物的皮毛做成了人的遮盖 人穿衣服的意义 绝对不是因为要取暖 否则你热带的人 你干嘛要穿衣服 对吧 你都热得恨不得剥皮了 你还要穿衣服 人穿衣服是因为 在神的设定中 人有羞耻的心 人犯罪以后 他就有羞耻的心 人在潜意识里面 他知道自己是罪人 知道自己是污秽的 知道自己是残缺的 否则他不会想方设法的 去掩盖自己的身体 并且他还掩盖 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亚当呢 他当时是用无花果树叶 做自己的遮盖 神说那个没有用啊 遮盖这件事情还得我来 所以呢 神就先用动物的皮毛 给亚当遮盖 然后呢 整本旧约都是在启示 神最终他会用什么方式 来完成这场完全的遮盖 遮盖我们的罪 所以什么洁净啊 分别为圣啊 献祭啊 包括立威祭里面的赎罪祭 什么阿萨谢勒呀 其实他都是指向 这个戴罪的羔羊 所以当这个羔羊来了 他说你的罪赦了 以色列人就本能的觉得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是谁呀 他第一个反应 他是质疑他的身份 叫人起来行走 只需要神的能力 对吧 前面的几个神迹 耶稣医好的那个百父长的仆人 他得的是什么病 他得的是瘫痪病 但是耶稣只需要说一句话 对吧 所以百父长的仆人病就好了 这是不需要怀疑的事实 但是神为什么不说你起来行走 而是说你的罪赦了 说明神需要人认识更多的 关于拯救的原则 就是神来做的事情 他是关于赦罪的事情 关于赦罪 旧约整了这么多 花了以色列2000年的历史 他其实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赦罪是有方法的 神是公义的 赦罪必须要遵循神公义的原则 公义的原则 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提到过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些都是关于公义 对吧 那所以呢 所以以命换命就是神的公义 但是犯罪以后的生命 没有一个配得上神的公义 所以神要亲自倒成肉身 来成为祭品 赦罪是需要神的生命 你贪子暂时来行走 只需要神的能力 所以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你要的是神的能力 还是神的生命 哪一个更容易呢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哪一个更容易呢 对吧 耶稣说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这句话才是意义所在 耶稣说 一个完美的生命 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而且他有赦罪的权柄 耶稣说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权柄 是他用生命作为代价 来将我们从罪中释放 所以他对贪子说 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众人看见都惊奇 就归荣耀于神 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 这个时候的众人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就更加深了一步 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这个是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 但是怎么样做到 他们其实还是一无所知 这个是舍支架的原则 连门徒都是不知道的 也是不理解的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个是在世人看作是很愚拙的道理 但却是十字架的大能 在这个神迹里面出现了四种人 一种是围观群众 第二种是抬摊子的四个人 第三个就是那个摊子 第四个是吻死 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需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围观群众 在信仰外面围观 就是我们以前的样子 就是所谓的木道友 那当我们清晰的认识到 自己需要神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摊子 我们想寻求神 但是不知道怎么寻求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 那在教会里面呢 更多的是那些抬摊子的人 其实我们也是抬摊子的人 因为信心 所以我们花时间 花精力 拆房顶 为的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文士呢 就是那些挑毛病的人 这是需要警惕的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文士 我们在信仰里面 如果越来越读圣经 最后越来越骄傲 最后越来越成为文士 那我们就很失败的 在信仰里面 你如果没有宽容的心 没有开放的灵 对弟兄姐妹充满爱的作为 我们竭尽全力的去挑毛病 这个是不受神喜悦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的启示是渐进的 就像他从旧约开始 花两千年去启示新约 他在这里先从大自然开始 说明他是自然的主 他是灵界的主 最后告诉我们 他是赦罪的主 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很有耐心 他也很贴心 他带领我们从认识一加二 应该说一加一开始 他不是直接简单粗暴的 让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说好了哦 说话要算数的哦 你吃了对不对 啪就一棍子打死 神没有这样 他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将罪人世界中 属于他的人 要带回到他天国的世界里 谈完赦罪的权柄 耶稣就呼召了马太 这个在犹太人眼里 是很明显的罪人 对吧 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出 犹太人也是满双标的 我们以前在课程里面 曾经讲过人性的双标 双标是罪人的典型特征 我为什么说犹太人双标呢 那马太子不过是 帮罗马人收个税 对不对 他们就这么看不起他 那在旧约里面的约瑟怎么办呢 对吧 他在埃及做到宰相的 但依里怎么办呢 对吧 他是尼布贾尼撒的重臣 经历三个王朝 尼布贾尼撒 伯莎 还有古列王 对吧 那他都是服侍外邦人的 那还有以示天皇后 和摩迪改呢 对吧 他们就不敢说人家是罪人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肆无忌惮的说 马太是罪人 所以犹太人挺双标的 可见啊 人如果没有基督 你光读圣经是没有用的啊 读来读去 你最后还是在自己的逻辑里面打转 没有神光照我们 我们都是一团浆糊啊 耶稣前面刚刚说过 人子有赦罪的权柄 这里就呼召了一个犹太人眼里的明显的罪人 显示出他来的目的就是来赎罪 来拯救罪人 而被拯救的第一步 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是罪人 马太就是一个神使用的造妖禁啊 他把犹太人靠行为称义的概念彻底的扭转过来 神不是来招义人 所以你们的比义大赛就可以停止了啊 他的宝血呢 是来宗旨人类自己的拯救方式 将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 人自我拯救的方式是什么 都是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 想把自己拎着离开地面啊 就是这种方式 耶稣呢 首先他要帮助犹太人认识到拯救的意义 拯救的意义是什么 是首先你要承认自己需要拯救 就像你看病一样的 你没病去看什么病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挺好的 根本就不需要信仰 这个情况其实蛮普遍 耶稣呢 他在这里还指出另外一个重点 他说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你们去揣摩啊 这句话其实犹太人如果仔细想 他一定会疯掉的啊 那你想想看 神叫他们献祭献了两千年 对吧 最后告诉你们说 我不喜欢祭祀 我喜爱连续 那这不是可以把犹太人逼疯了吗 对吧 耶稣让犹太人去仔细揣摩 这句话的意思 说明这句话表明了 神最终的心意 就是既是指示手段 并不是神最终的意义啊 神最终的目的是拯救 神是喜爱连续的 神就是爱 他要恢复我们失去的爱心 所以他从爱罪人开始 到为罪人舍命 上十字架 而犹太人呢 他还在纠结耶稣作为一个道德伟人 他不应该和罪人吃饭 这种小问题啊 犹太人一直在纠结这种东西 所以耶稣已经说过了啊 死人死人死人 你们统统是死人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这个时候你把前后的信息连起来看 就很清晰 经过这几件事情以后呢 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 围观群众和文士 他们的想法就很多 对吧 那他们想法很多倒也算了啊 关键是连约翰的门徒 也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啊 约翰的门徒 这里是指施喜约翰啊 那施喜约翰他是传讲悔改的信息 对吧 是认罪 他们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 他们和前面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也很奇怪啊 他们纠结的是什么 他们纠结的是你们为什么不进食 换言之就是你们怎么这么不进钱 你们活得有点像个自由主义者啊 那施喜约翰的门徒 我们知道施喜约翰是在矿业里面穿毛衣 吃蜂蜜的吃野蜜的人 就是他是活得非常非常的保守主义 是犹太保守主义者 他们就觉得耶稣和他的门徒 活得像个自由主义者啊 你们什么都不禁忌 你们连禁食都不禁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禁食的意义 我们以前讲过 耶稣并没有阻止人禁食 对吧 他反而是强调了禁食的力量 我们在前几节前面几章里面学过 耶稣讲禁食祷告的重要性 对吧 那是寻求神的心意 得到神力量的方式 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 为什么不禁食呢 耶稣给出的答案是用了一个比喻啊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 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那种传统 在结婚的时候 大家新郎和他的一些陪伴的人 要极尽开心的一些 就是一些庆祝活动 要持续七天啊 所以在这个七天里面 大家是极尽欢乐 没有什么禁忌啊 没有什么禁食啊 这些 他用一个当地非常非常普遍的 一个庆典的一个现象 来形容这件事情 那么神就要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禁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为了寻求神的同在 对吧 那你是为了远离肉体的忌盼 所以你要亲近神 所以你禁食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在你的身边 你还要禁什么食呢 但是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这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什么意思 就是耶稣就是神 你们禁食的目的是寻求神 但是现在神和你们在一起 所以你们不需要禁食 等到以后新郎走了 等到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了 你们就要禁食 这个已经信息很明白很明白了 就只差耶稣指着自己的脑门说 我就是神 就只差这一步了 耶稣接下去 他就向约翰的门徒指出了一个全新的属灵原则 就是以前一切的守约都已经被他完全了 旧约的守约是为了等候耶稣的到来 所以那个时候的律法规定是不能改变的 你如果擅自改变 后果很严重的 你要是把旧约的律法一改 那你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你的指向性 你的预表性就不那么清晰和明确 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少被神收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以色列人守旧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耶稣把以色列人之前的这种意识形态就给更新了 就OK了 其实已经即将完成 我们的信仰也要随之更新 耶稣他用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两种事物 用常识来讲道理 因为接下去的世界会有一个全新的纪元 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改变 接下去都会发生 而面对这些改变的唯一方法 就是记住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原则 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生活 耶稣的这个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之所以我们是真信仰的最重要的原因 神的话语 他用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在保守我们的社会向前走 神呢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跟上他的启示 在时间当中不断的去超越 用信心和神的话语来更新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信徒的生活 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和穆斯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光景 穆斯林我们知道 他们到现在还在遵守 穆罕默德公元七世纪的教导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见他们的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一直生活在中世纪和这个世界有点非常明显的格格不入 信仰不是关于对圣经字面的理解 而在基督里 在圣灵的带领下 更新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心灵 这个才叫信仰 神已经将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才具备不断更新的生命力 我们的信仰生活是鲜活的 不是守旧的 不是沉闷的 而是活泼的 圣经也说神的话语是活泼的 这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时代的进步 都是靠基督徒来推动的 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动力 耶稣这里说的旧皮带 指的是旧约时代的律法 旧约的律法不好吗 当然不是 对吧 那旧皮带为什么要存在呢 因为他要启示新约 但是新约 耶稣基督亲自将旧约一切的重点指出来 告诉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认识神 而神就是爱 所以新皮带里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被神更新过的 从旧约最初的时候就有的 但是一直被旧约的以色列人所忽略的 慢慢慢慢的都爱心就淡了 但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 神再一次将他在旧约的启示 重新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行使信仰的时候 在实践信仰的时候 始终不要忘记神就是爱 只有当我们认识神就是爱的时候 我们才会体会到爱的力量 否则我们从常人的社会当中 我们体会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我们会感觉往往爱让人软弱 因为爱我们就心软 因为爱我们就有弱点 就会让我们的仇敌 找到我们的软肋 我们就会为爱受苦 被爱所困 这个是我们从生活当中看到的常识 但是耶稣说神就是爱 当我们爱的时候 我们不计回报的去爱的时候 爱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动力 爱就会成为摧毁仇敌撒旦计谋的武器 所以我们就只有记住 神就是爱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爱的原动力 否则爱会让我软弱 爱会让我有软肋 爱会让我受伤 我们会拒绝去爱 会提防别人那些假冒伪善的爱 这个是人类社会 罪人社会的常态 所以彼得前书里说 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才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核心 神就是爱 而我们要相爱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